江山纵横 云桃飞柳 多少豪杰装之为愁 天地之间聚散一壶酒 大江东巨浪淘尽多少悲愁 天下隐形世事造酒 风雨人声为梦相奔走 高出含义不是谁都能感受 天下隐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集中交点罗湾管理 听什么给他啊 超废话 交给他 把干粒都给我 起来啊 走 走走走 这是哪儿啊 芒荡山哪 走 走 走 这个地方不错 好 我看咱们就在这儿住下吧 你们看 这个地方地势险峻 外人轻易进不来 对 几哥 这儿还有水啊 是啊 而且我觉得 风水还不错 是藏污卧火的地方 看水还挺清的 弟兄们 歇息一会儿 咱们发些树木 先把棚子搭起来 是 就是咱们小小的四水亭 喂 我还是这儿的厅长啊 好 好 来 走 走走走走 搭棚子 好 为了长生不老 为了大秦江山永固 始皇帝又开始了 他最后一次东巡 你 皇帝 是否摘下留眠 不宜替您说说头 好 启离陛下 有事启奏 一概不见 横来一时 献上万寿丹一枚 快 快乘上来 诺 快点 没 喝一口 正哥 陈才 朕要死了 皇帝 皇帝怎么会死呢 皇帝肯定是长命百岁 万寿无疆 与日月同辉 与天地共存 皇帝 那 咱回咸阳吧 捧朕 起草一道昭令 诺 宣长自扶宿 宿回咸阳 即位 登基 亲子 大家 皇帝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快松手啊 你 你 皇 皇帝 你你快松手啊 皇帝 皇帝 公元前210年 最早统立中国建立地质 奠定中国版团 与2000年政体的基本格局 统一文字货币和杜梁衡 北极匈奴南辅北虐 修筑万里长城 焚书坑儒 幻想长生不死的千古一地秦始皇 驾崩于东巡途中 一遍 要是 你藏的吃的在哪儿 吃的就放在下面 大哥 咱们带着吃的一起下山吧 为什么 待在这里 早晚要饿死啊 这里边的人 我就佩服您 您敢和刘姬对着看呢 那要是夏子山 被官府抓着了 不还是个死吗 我们可以告发他们 将功诉罪啊 狗娘养的 死藏粮食 还告发弟兄 你说你还是人吗 别别别 大哥 你要是不愿意 我粮食分您一半 您放我走 滚 有鞋 你杀了他 你把他给杀了 因为一点吃的你把他给杀了 他是自己的兄弟 大哥 怎么回事 他杀了自己兄弟 有这回事吗 为什么 有一个家伙 他私藏了粮食 准备逃到山下去 向官府告密 揭发我们 我杀了他 他撒谎 大哥 他撒谎 你是为这个才杀了他 你再说一遍 有一个家伙 他私藏了粮食 叫我一块逃到山下去 向官府告密揭发我们 我是为了救大家 杀了他 粮食 我饿了 我不能吃吗 我信你的话 把他放了 大哥 大哥 放了 放了他 放了他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没看见 没看见 好 就是啥也没看见 从今天起你们该咋样还咋样 不要叫外人看出一点问题 要是把消息传出去 小心你们的小命 是 是是 这皇帝 都是咋咳嗽呢 好 我错 隔一会儿 就咳嗽两声 听见了 听见了 那你们就下去吧 诺 诺 听 听 上使 李丞相 李丞相 见过李丞相 联相 知不知道 臣相 李丞相 听见过李丞相 好 听见过李丽丝 看回来 允许 听我来 那么 他心力 在评讯这个 陆伟 陆伟 父皇想吃陆伟 这父皇的身体是大好啊 公子 你就没闻到 有什么异味吗 最近我的伤寒 鼻子不通气 闻不到什么呀 怎么了 是是是 陛下 刚才吃了半条鹿尾 一个海参半碗汤 乖乖 吃得可真是好的呢 哇嘶 李丞相 陛下问你 我们现在这是到哪儿了 回禀陛下 此地为沙丘 沙丘 陛下 我们现在到沙丘了 陛下说 今天大家都辛苦了 好 我们今天就在沙丘露营 诺 嗯 嗯 随 你看 我愿 Meeting 你 嗯 你 我我 你 天哪 你 我 便否 你 你 天哪 我说 天哪 喝水 忘喝水救不了他 他这是怎么了 他那是饿他 要是有口肉 就能把他救活了 肉 想你啊 想你啊 好 我去哪 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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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来 大哥 猴子 大哥 大哥 你别找了 猴子就要樊 kort给杀死了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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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商 曹商不行了 他再来给曹商吃了 他一口也没吃了 曹商 曹商好点了吗 好多了 我去看看去 去看看 你瞓一眼 好多了 我去看看 你尽命什么 我去看看 我去看看 陛下 你不过就是一句躯壳罢了 以免你忙着弄得长生不老 以免你忙着弄得长生不老 另一面又忙着凶那灵 你不过就是一句躯壳罢了 好荒唐啊 你现在闭眼了 今儿出不来了是吧 你面前还放着这酒 这酒 今天就喝在了我的喉咙里 我这个递到了城会中的小虫子 去活着喝酒 而你这个高岛的通天的帝国霸珠 却死了发愁 我如今是想怎么活就怎么活 可没了你 我又咋活呀 王爹 你不是东海寻找仙道 吞食了灵的妙药吗 那你就快醒醒 你睁干眼 你就别睡了 你活过来行不行啊 这就是你的遗照 封天成云 皇帝照云 宣长子扶苏 速归咸阳 继位登基 继位登基 亲子 这就是你最后的遗诏 这就是你给全国举国臣民的 最后一句话 可是这 让我太难了 你想啊 这扶苏回来能让我活着 你死了你都不放过我呀 你活的时候天天逼我 死了以后还天天逼我 陛下 你睁开眼看一看 这就是你争夺来的天下 现在就转在了我的手心里 那就让我找搞我这个阉人 就替你再多活几天吧 陛下 你可来了 快 快上车 公子 陛下这么晚叫我过来 究竟有什么事 我也不清楚 我也是赵公公叫来的 你见到陛下了吗 你见到陛下了吗 没有啊 赵公公说等你来了 咱们一块儿见 二位都来了 那就快点请吧 儿臣拜见父皇 愿父皇万寿无疆 公子 起来吧 皇帝已经听不到了 不愧是丞相 不错 皇帝 已冰天堕日了 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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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顾 你这是干什么 公子 千万不能哭出来 这事 绝不能让外人知道 怎么 你想密不发丧 这对 丞相英明 绝对不能发丧 这是 必须得瞒着 为什么 这皇帝家邦 这是惊天动地的事 这大事不定 可绝对不能对外公主于众啊 你说的大事是 你想想啊 这和人掌权 和人继位 这皇帝 有二十多位公子 谁来继承大业 谁来当这个二十皇帝啊 谁来当这个二十皇帝啊 难道皇帝 没做安排 倒是安排了 啊 皇帝 皇帝在临危时 亲自 逆诏一道 交于老奴 就是这 丞相 你看看 请虎海公子 先看吧 也对 公子啊 那您看看 公子 你 你不要管里面写的是啥 千万不要着急 一切由我老奴替你做主 啊 一招如何 皇帝 皇帝 还是信任大哥呀 既然是皇帝的一命 忠书府令 应该及早发出我 真的要发吗 公子 你感觉是不是也要发呀 那 那就发吧 发 当然容易 只是你们都得想好 一旦发出去 局势 可就不可挽回了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哼 我就说说你李斯 你听清楚了 蒙天将军 肯定跟着扶苏一块回来 蒙天将军 可是你政治上的劲敌 可是你政治上的劲敌 如果他要是执政 你这个丞相的位置 是坐不稳的 你可千万别忘了 当年废掉王丞相 把你从一个庭位 提上来的时候 蒙天将军是坚决的反对 那时候 勾老夫 我不想听这些 赵高 我告诉你 这可是皇帝的仪仗 太夫 既然皇命如此 我们除了 服从 还能干什么呢 当然 还有别的办法呀 我们 可以把这道诏书藏起来 或者干脆毁掉 我可以让皇帝 再立一道诏 让扶苏别回来 或者 让他死掉 改由胡亥来继承皇位 这样 让李思诚想和我赵高来辅助你 一切都听俺俩的话 这不就行了 你敢 你敢 太夫啊 父皇都病天了 怎么能再下诏呢 皇帝下诏 每次都是他口语 有我老奴亲自书写 我再写一份不就行了吗 那喜呢 那赵主上 得有皇帝的喜呀 你们都忘了 你们都忘了 我现在就是间行习抚令士 玉玺 就在我的手里 不行 绝对不行 万万不行 我发誓 我绝对不让你们做这件事 这是大逆不道 太可怕了 这见机是海人听闻呢 那好 那我就按皇帝的一命办 不过 李思你可要想好了 这蒙天将军一旦执政对你下手 你可别后悔 谁 还有你 公子 这皇上可是有二十多位公子呢 就是轮 啥时候能轮上你当皇帝 现在正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我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你推上皇位 要是错过了机会 别说是下辈子 就是下下辈子也轮不上你当皇帝 我赵高 是个废人 我也就是为你们俩瞎操心 如果你们都觉得无所谓 我还瞎操个什么心 来人 不不不 喂 正下 咱们再好好想想 行吗 赵公公说的没错 我们再好好打算打算 好吗 我大哥 对你的一些做法 早有不满 你忘了吗 他是怎么反对你文殊坑儒的 你忘了吗 你儿子李游当三三太守的时候 就是蒙天将军极力反对 皇帝才迟迟压着没有任命 你 蒙将军说 李家的势力太大了 不能让他再掌管军权 我不一样 我要是当了皇帝 我 我一切都听你的 你听你的 我会比父皇更加信任 忠用你 我会像对雅父一样 我尊敬你 我不想失去这个机会 我知道我这样 对不起父皇 对不起大哥 但是我 我我我我 我太想当皇帝了 我我我我都不作风都想啊我 我我我太想了我 公子公子 你千万不要难过 李四 你想什么呢 这么简单的事你还没有弄明白 难道非要让公子求你不可 你这么荣耀 咱们只叫家传圣旨 但是福苏他能信吗 他一旦知道皇帝归了天 他马上就回来 蒙田大军已到来 到哪个时候 这个局面还不知道是怎么样 所以呀 这个事绝对不能传出去 必须瞒着 等到福苏有了结果 那时候才可以公开呀 他 瞒 瞒得住吗 啊 这皇上 他是人哪 他死了 失手回忽兰发臭的 你 你瞒得住吗 这个 丞相你就放心吧 你还不知道我是干什么呢 哎 对了 公子 这丞相都愿意帮你了 你还要不好好的 赶快拜谢一下 谢丞相 大恩 大德 谢 谢丞相 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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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啊 好了 嗯 跟您说什么呢 啊 一会儿 会有朝明下大 等着截止吧 嗯 好 诸位 陛下刚刚用过清蒸头风一臂 皇帝 如歌汤白鱼 口饼饭章 嘿嘿 乖乖 那吃的人 可是没转嘞 万事 对 李丞相 皇帝有令 找你进监 共生招书 嗯 嗯 李丞相 你快点儿 皇帝 还等着呢 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你说 你说这 是不是 你这是搞的什么名堂 非要把我整进来 丞相 我想好了 这个诏 还非得你亲自写不行 啥意思 你写不就行了吗 这个诏 可非同一般了 只有你亲自写 扶苏他才认你 他才会遵命 他才会执行 因为丞相的小传 是谁也模仿不了的 天下第一 看 请吧 凤天行运 皇帝诏曰 等了这般需求 这皇帝是不是有什么旨意啊 保护 你什么话 以后 员 为何 你看 真的是 那儿 可爱 可爱 我这儿 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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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你 五千里加急 火速送达 宣公子胡亥 敬前听令 孩儿胡亥 听命 皇帝说 他最近外口大开 集思暴雨 望胡亥快快伴来 诺 走上帝兄们 喝水冲击 这不是个事啊 光喝水 恐怕有一天会饿死的 我在想啊 睡觉的时候闭上眼睛 第二天还能不能睁开 大哥 你说我们会死吗 谁不死啊 但是绝不能死在这儿 我看 我们可能就会死在这儿了 别说这些丧气的话 我留记命大着呢 大哥 大哥 我不想死 看你吓的 你死不了 我们现在 得想个盼放 这都多少天没吃东西啊 是 饿死了 弟兄们 饿不饿呀 饿 怎么 真要抢了 所以 这几个弟兄 要下山抢凉了 在此正好我们立下了规矩 今后我们下山抢凉 只抢那个房顶上顶着瓦的 他们少吃几顿 没关系 不能抢茅草屋的 抢了也没用 他们没粮食 对 对 再有呢 只抢粮食 不许伤人 更不许杀人 杀了怎么办啊 该偿命 是不是该偿命啊 杀 对 该偿命 杀了人 就得抢命 弟兄们 为什么抢命啊 我们现在是一帮秋徒逃犯 强的粮食嘛 官府不会在意 但是 如果出了命案 官府一定会追究到底 所有的人都要受连累 而是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人家 看夕阳歇歇 踏破了蹄蹄 恰似一口笑语 往事重点 你的心思 我醉了好尖 我是你的一切 你是我的一切 没有你 又何必 要什么出何寒净 我宁愿为爱而生 为爱而灭 我宁愿为爱而生 我宁愿为爱而生 我宁愿为爱而灭 我宁愿为爱而生 我宁愿为爱而生 我宁愿为爱而生